他挺喜欢吃那个吃的饱饱的上台 那么我没吃差不多的 我最终我去第一个的老子倒 对对对 我这次会是倒小小伙众的 因为是三个女年性给大家 一个女年性 几个几个 两个奈何生费道 一踏天涯过一方 大家好欢迎来到名家名段任意点节目 我是彼得 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西壁的传人 那就是著名的乐剧演员 朱祝芬老师和杨文卫老师 首先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们的带来 那么要请我们两位老师呢 先跟电视机前朋友打人招呼 首先请我们的朱老师 这边 第一次女嘉宾 大家好 我很高兴呢 今天能够来到这个 每家每个月到节目里想让 通过第一次呢 大家过去 我很高兴啊 好 谢谢朱老师 我们下次呢 请我们的杨老师来 打人招呼 好 我没高兴啊 听到你到名家名人 你这个地方 这个光旦会贵送呢 就到 你被吉尼 我还就会高兴 打干的就到两秒 好 欢迎两位的到来 那么说到两位啊 其实呢 我们一下就跟着你点节目呢 收到了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的来信 都说呢 要点你们俩人的这个剧目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请到了你们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希望呢 在今天能聊得更加的开心一些 那么在之前呢 我们先来放一段你们的这个剧目 哎 你们觉得哪一段是比较好的呢 玉堂春进的那个游游出会吧 那就放这一段吧 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玉堂春 我请搜索 我请搜索 把你门头 说书吗 送不知情有情爱 下车 上车 舟总 这是三 这十八 你 只 这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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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忽地坠地咋侗 啊 咗 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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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吉弓斯斯 紅豆皮皮 馬達塔阿 千拿冰玉冰 啊啊啊 如無情的臨陰暗 啊 蘇山 幾個不少 清明日堂 總比幾個月 在你哪 清明日堂 總比幾個月 清明日堂 清明日堂 總比幾個月 蘇山 幾個月 蘇山 幾個月 請 清明日堂 蘇山 幾個月 思雨美山山 雅台爱草 假意怀笑 作用翁翔沙 美山 雅台爱草 今备 美山 雅台爱草 美山 雅台爱草 美山 雅台爱草 姑娘生死 三年七年 她日那明日没渡草 我爱草 我今央心爱草 姑娘 我今央心爱草 我天飞 我爱草 说到这两位老师 你们俩这个黄金搭档合作了多少年了 大吉尼了 但我知道好像你们从这个认识已经有几十年了 大吉尔 我们是五九年开始 到现在到四十七年了吧 我们老四十五十年 我们是四十七年 在学馆当中你们俩就成学了吧 应该说是非常了解对方 我想问一下杨老师 在印象当中 在这个学馆当中 第一次见到朱老师 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朱老师是比较稳定的 一个性感的就比较美香 小时候就见你 我是最可 所以他演的大多数就是想贵门当比较高贵的那种 像年兰针那种 平时到有时候还讲这样的笑话 我们这朱老师第一次看到杨老师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太太 我和他这个杨老师的 老师就可以欺负了 欺负他 欺负不欺负他 他综合老师 对不对 据我了解 朱老师其实一直立志想做一名小生的 对不对 而且在考试之前呢是唱了一段B牌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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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印象当时唱的是哪一段 唱在这个学生音底下 哦 就是唱 学生音底下 让他唱的哭吧 来来来来来来 掌声欢迎 正中卖日 不 是 一 就唱这段 杨老师他唱了准吗 哈哈 没准啊 没准啊 那唱到后面为什么会改成花旦了呢 这说了一个笑话呢 我分成那个小生族嘛 对吧 小生族还有个花旦族嘛 那个时候你基本功嘛 你基本功呢 我在这个学小时候 还挺有感觉的啊 我们那个练功老师 是金军界的那个王世杰老师 他现在过世了 他在看我练功的时候 他说 哎呀你这个 你这个 腿太长 你这个长头啊 还是去 学花旦吧 就是你长得太高了 哎 旋风没有了 他就能更长了 我看你还是学花旦去吧 那当时我听了以后呢 心里想 花旦就花旦 我反正这个 小生花旦我都喜欢 对我了解是16岁的时候 王老虎抢亲 对对对 是非常成功的 那是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转折点 对我们这个朱老师来说 第一次啊 第一次上的要去做 这次上的要去做 对吧 我得加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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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说到这个杨老师哈 杨老师哈 杨老师后来学习之后 就当时 就一直是唱小生吗 我记得我好像 我得加水度 我得加水度 嗯 那么我以为 不大 那我求 你没加水度 我得加水度 我得加水度 那么 我以为呢 我得加水度 我会加水度 因为水度 他们应景 对不对 应景 那么生了就要有种 女性 要有种 那是什么 对 我老后 学习 我得加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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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次下动 比多年 杨老师 杨老师 比不得加水度 我得加水度 他加水度 可能 我得加水度 我得加水度 加水度 我会加水度 我得加水度 我得加水度 那我只能加水度 因为加水度 这就要别太了 刘老师觉得要整个人去了 就跟他弄 接着体长 说我把这个就来 嗯 当然我吸上去不觉着 呃 经常把人笑 我都会哄起来了 是吗 我心里含着含着的 结果可是我 五点口都拿过铁车去了 呵呵呵 五点 我还说我以为 你跟着广东已经照着你咋好了 你这么点要放屁 那我学不着一张车好 吸上三毛病嘛 因为一致病我都 呵呵 我还说了 嗯 根本我就拿过铁车去 铁车去了 因为当时我被下面压了 吸上了 对了 那么 一唱了 我一唱了 结果就马上醒过来了 哦 可能我就顶了三个案 呦 这也是杨老师的 一个艺术的转折点 哎呀 我个人我该知道 是这个最真 嗯 有没有这个印象 第一次合作的是 哪一部乐剧 对啊 嗯 演完梁柱之后 这舞台和舞台下的 这个互动是热烈不热烈 对的 我跟老婆出去 大师家的婆婆出去 哇哇哇就 那么一张都就是嘛 浇水啊 哎 以来很胜 你个压力 我哭嘴 哈哈哈哈 哦 就是因为很多追星族 可以说是 围在后台 在要想见到你们 所以很吵 楼上的居民就浇水下来 如果想要去当时的 梁山伯与朱一台 应该说两位老师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 非常经典的一个剧目 哎 那么现在让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由你们带来的十八箱子好吗 好的 一起去欣赏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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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你 地梦想 铁铁丝啊 天荒那 我赐别那里的红花 放大在这我 情话 与胸胀全力作大 天地来雨 夜推起 天地来雨 夜推起 天地来雨 夜推起 不知道 听着雨 夜都在 生气真心不快的 牠太鯰天盼 牠が空閨 牠是天盼 牠太鯰 牠太鯰 與兄妹之愛之恨 地回復江湖的女白人 地的情人與一湯 地名女主 孤孤地湯 土地道 土地道 苗梨空空无荷草 俩修理沙区处处 小弟子哈罗 爱他啊 火处处 南安坏沙 你只顧你顧真假啦 你只顧你顧真假啦 你顧口依真假 这样的你顧真假 你顧真假 你欧丧嫉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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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 欢迎到 欢迎到 送出 欢迎出 上方 欢迎他日 美丽祖 累累累 付与你良修好 伴他 夜天有色有花大 两个内荷山北大 对吧 你良姑娘 光天飞 我年快乐 我年快乐 三天 季女孩子 我年快乐 我年快乐 悲痛 從你嘆哭 相遇罪 子夫妻 淚女 漢女 漁女 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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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逃呀 雄 漢子妮 只乎駚傷奶 Lightning呀 只乎駚傷奶白破这么遠 只乎駡仔屎肚有一陣房 千年是莫當戶 你 caus objetivo死決 ähnlich 狹陸不哭 佛宗 佛宗佛宗佛宗 祝你一生 登山沙水送古影 下一道送中器里重尸叡 邓与瘦合宗佛宗 说到这个梁柱的成功 我觉得呢 不能忘记我们七老师和毕老师 其实七老师和毕老师 在两位老师的心目当中 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朱老师来谈谈七老师 他在艺术上是一时不够 非常非常认真 这地是很突出的 可以说在全文艺界大家都知道的 七老师从华庄开始 对吧 从华庄开始一直到春乐佛上 到奥队 就是后场吧 后场 他这个思想之一的人 想到学场 把开学场 哎呀 别让他想一出来 别让他想一事 一事我够 那那不就他这个地位 那我这就知道他怎么做 对吧 我这也够 那根本七老师 我觉得你做这个 七老师的弟子压力也是挺大的 因为你上台演出 七老师是不是 回来做 你怎么得 你怎么得 是不是 有 是吧 过来 我现在想这个 我是下期不动 对 那我们说说杨老师吧 说到杨老师啊 其实在这个 适从这个毕派啊 当时那个毕老师看到你的时候 是怎么样一个感觉呢 嗯 那你这方面呢 啊 对 那是这个 下去关心 比如说有种 我对吧 给你买水笔啊 啊 我这边 一来后 对了 他就说 可不需要 出杀了 我上来 一来 给他吃了 我吃 我水笔了 那不过 吹上 我就吹上 我那个 但是据我了解啊 先生是对你有要求的 他曾经跟你说 不能穿裙子 对不对 那怎么一回事 来给大家说一下 那个是 一拆了 那就是 那他去 那他带着裙子 比较脏容 我很厉害 他会吹裙子 就先生当时 也跟你说了 就是如果是清晓的话呢 还是 小身穿裤子 那么一张 我们三个 是西藏要搞 跟一张好 我跟一张好 对对对 其实七老师 和毕老师 在这个两位的 这个心中啊 印象是非常深 那么下去呢 我们就来点一段 七毕老师的代表作 今天晚上 字幕提供 我准备你 我离去 比你来 我从而放弃 我离去 我离去 作者 歌詞 歌詞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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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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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不可情依 不可情依 不可情依 永远 不可不可不可 不可不可情依 不可不可不可可 不可不可不可可 一心 難以過面 看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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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老师的性格 我觉得你们的性格 是不一样的 你看刚才杨老师也说了 说我们朱老师 是个很文静的一个性格 而我们杨老师 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是不是经常在 艺术创作的时候 会有一种 这个争执吗 有没有这种情况 应该我相信 让我想想 让我来想想 如果争执的话 肯定是杨老师 让这个朱老师 对了 性格是大大咧咧 对不对 对了 有没有什么故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 平常有 做个故事 对吧 做个故事 以你为这个能干啊 那么我刚刚 我这过来 我不生意 我刚刚 我还要过你为这个能干 那么两个人就上去了 上去了呢 一共一一共一 一共一共同理啊 对吧 我一共我你为了 那个人干 我刚刚 我别不做了呀 我刚刚 就为大家出家也放 对吧 那么我就去干 我刚刚 我刚刚都别不做了 那么你想别放别 哈哈哈哈 有人过来 有阿威的 阿威的跟我啊 嗯 那么随了随了 就给他吧 有人过来 我再给他 那么有人过来 我又要听我了 哈哈哈哈 这杨老师如果 您知道 也没有办法的事情吧 没有 我呢 那你都搞得呢 其他日子 因为呢 因为男人说 比较有些想的 就是说 有些想的 我得到那个时候 我说 我应该男人看 应该男人 我得要能够 嗯 一说 一说 我跟那个 别不过来 我都别不过来 别不过来 别不过来 他还真别过来 哈哈哈哈 对吧 我没问题 上面有可能 是我一个我道理 我以为是 跟那个想法 跟那个想法 就应该跟那个 说过来 那么一 一门开来 我才来 哦好好好 其实我觉得 这种艺术的合作 应该说 呃 也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 包括呢 呃 两位在这个 密切合作之余呢 又自己原创了一个剧目 对不对 在我们这个 观众印象当中啊 最深刻的就是 一代冰王 两代写了 嗯 我 有个的这半次呢 我过来是 我没回习啊 嗯 对啊 有回习啊 我啥没回习呢 一个是 简介 有简介 嗯 有上吧 上吧有 很多魔人 有很多冲的 嗯 对吧 我过来给游戏族 给他写的游戏族 对吧 所以我过来 我没了一只 就给他帮子了 那么 接近过进风头 一个男子 搞了 搞了 把了也把了也 从我是搞 你过来的 我另外 那些事呢 那些事呢 是比较 比较成功 其实 刚才比较成功 刚才朱老师也说了 其实这个人物 跟他其实 生活当中性格 也是挺贴切 对不对 那说到杨老师 你这个人物 是不是非常贴切 我看他这个笑 基本上又有故事了 是吧 前面 挺多的 前面呢 我是挺喜欢的 到后面 就是跟那个 那个唐明皇 就是 本来是叫你定义 唐明皇的 我本来做唐明皇的 那么唱唱也蛮多的 那时候他戴胡子的 我不喜欢的 我从来没戴过 没做过这个戏 我戴上去 好像我说要打碰子 我说不行 那么那时候 那个秦老师导演是说 他可以不戴胡子 他年轻 他可以不戴胡子 他说 道一说 不行 一定要戴 那么就是说 你又拗不过导演了 拗过了 拗过了 换过了 换局次了 做那个陆芳了 这个陆芳是什么样一个人物呢 他和公司的关系呢 是表兄妹关系 是青梅竹马吗 对 青梅竹马的 喜欢他的 那么后来嘛就是说 道明王呢 因为喜欢他 那不是我们再恋爱了 就就就就把我认为太监了 哦 他挺狠的 所以蛮惨的 这个那个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很有看头 对 所以这个戏我很喜欢的 后来他变成这个太监以后 就是 完全这个英雄乞丐都没有了 他也主动的那公司是让给皇帝了 太没办 所以公司是我这个角色 我是 挣扎 被封 交加 我也心灰意烂了 对对对吧 嗯 那当时这个剧场的效果是怎么样 好好好 这个是 这个是 是不是基本上去看戏都要带块手 哈哈哈哈 有的有的 有的 两位老师觉得哪一段是比较精彩的呢 嗯 那这样吧 就是第四场 优惠 杨老师呢 谁听自老师呢 哈哈 谢谢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 谢谢大家 一世 雲而前 妄和夜 兩心相放 情 伊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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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都叫他擔心 快愛上安靜 隨便你等下詞 更生 耐耐 更生 更生 而去 我地有些 因天天 谁不在满心的情 奶奶花后 有她有她 祝她祝亲 生安苏非 表兄,你怎么来 我关心,你当心的梦 不带心生日公庭里 此门生死不愈见 一言定死,两言敌 敌一喵儿,散伤敌 天后祖家差跤断 非要下去,是永恶意 我永恶也永恶自持世界为孤立 永瓦富贵,苦泡吃 尚吃尚瘦,不分安安安 这地心可乃是,为可生命啊 八军是,百世安从此一点啊 十七七家,作回飞啊 三起碧雨 今古明 将军偶苦 黑山寺 山寺空茶 梅花彩岸岸岸岸 三起碧雨 丢手 梅花彩岸岸岸岸岸岸岸 三起碧雨 丢手 梅花 永远飞 坡鱼 海月伊,伊,伊,伊。 像幫著無名思願, 愛妳,愛妳,愛妳。 紅月佩南, 雲花啊起 上水碰塌 無風起 綜藝表妹 做表情 其的情的心放在 我自己永不愛的 愛美 好 歡迎回來您現在收看的視頻 加明段子 妮姐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兩位樂趣名家 一個是朱樹芬老師 一位是小雯文蔚老師 說到楊老師是唱B拍的 本人不猜 B拍唱了還是可以的 請楊老師指點一下 我先來唱一下 對 還可以吧 對 你知道我的優點在哪裡 缺點在哪裡 唱的蠻準的 就優點 缺點的 沒有 已經達到 名家的水平了 在這 既然楊老師來到我們的現場了 剛才我們的 朱老師也唱過這個B拍了 那麼我們楊老師 只學B拍 對不對 來跟我們先清唱幾段 好吧 清唱一段 可不可以 好 掌聲歡迎 好 好 好 楊老師 好緊張 好緊張 楊老師 楊老師這個性格 是不是非常的 就是生活當中也是大大咧咧的 對不對 嗯 也很大方的感覺 是這樣 啊 他現在那個 他這個生活中間 我們知道他的 他挺喜歡吃那個 吃個飽飽的上台 哈哈哈哈 這怎麼回事呢 他們說不是上台之前要吃半分飽嗎 他不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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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飽也才來的 我呢 因為我們這場唱唱是一位主的 啊 你一唱就是要 有一個肚子走兩秒鐘著來 啊 那麼我 每次唱 嗯 我呢 那時候條件還不是太好 就是吃那個蛋炒飯 哦 真的啊 他們都知道的 我是吃蛋炒飯的 吃好了以後 我就說力氣有了 我去唱 我當時在後台吃的這個蛋炒飯 啊 就每次演出都看到楊老師 他來一半個全部吃光 真的 他不在吃的 他很稀奇的 吃了一點點 我說你怎麼不餓的 我說你唱得懂吧 唱得懂 哈哈哈哈 我本人唱不懂 怪不得我們剛才也說了 這個朱老師是嗲妹妹 嗲妹妹 其實後來咱們的這個楊老師 在這個劇目創作方面 也創作了很多的戲啊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戲 《還魂記》我每個 《還魂記》我好像看過 好像是根據牡丹廳改變過來 當時怎麼會想起來做這個戲的呢 我覺得還是阿拉上的 嗯 那時候我們先去觀摩這個崑泉 崑泉和牡丹廳 結果這把衣服到阿拉越界 嗯嗯 所以當中呢 就會創新的東西 比較多 我會出去 對 據我了解這個牡丹廳是 浪漫的愛情故事啊 對 那這個B派和柳夢梅這個塑造 是不是有點難度呢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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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曲老師的 我叫孫老師 他做得很好的 嗯 很好聽的 那時候北京也幫我們羅里提升 嗯 能不能在這裡給我們唱一兩句 讓我們回味一下好不好 嗯 嗯 哎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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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帥洋 你看這麼一唱啊 把我信給掉下來了 我非常想看看这种环回 一花飞去一山荒 一花飞去一山荒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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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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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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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